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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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是肝果大量上市的季节 我们给父母挑选坚果的时候 尽量选择原味的 因为原味的没有那么多的添加剂 吃了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像核桃、花生、松子、开心果等 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卵磷汁 对于软化血管有一定的好处 适当地吃一些 既可以当作小零食 又能够补充营养 老式蛋卷 鸡蛋含有大量蛋白质和营养物质 中老年人最好一天吃一个鸡蛋 过量食用容易增加肠胃负担 平时觉得鸡蛋吃腻了 也可以试试老式的蛋卷 给自己一个新鲜的味道 老式蛋卷使用三种营养 黑芝麻 优质小麦粉 浓甜鸡蛋 科学的配比 让人体更容易吸收营养 现代生产工艺 严格控制烘烤温度 使营养不受影响 而且味道很香脆 咬一口扎就脆了 蛋黄的香味很浓郁 如果你早上起得晚 不想做早餐 两个蛋卷 一杯香喷喷的黑豆浆 就能轻松搞定营养早餐 黑芝麻糊 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 都会出现皮肤老化的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多吃黑芝麻糊了 因为黑芝麻糊当中 富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还富含丰富花青素等营养元素 这些营养元素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能够起到 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皮肤就会变得更加水嫩 除此以外 多吃黑芝麻糊的话 还能够很好地改善肠胃 以及助睡眠的作用 那些消化不好 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就可以多吃黑芝麻糊 对身体会特别好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